推廣冷門議題的一點心得 讓我們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來聽這個很冷門的議題 因為看樣子 這個場面果然是配合這個主題 呈現的一個冷門的樣子 我先問一下這邊有多少人是developer 可以舉一下手嗎 Hello developer 寫程式的人 可以舉一下手嗎 那你真正對這個主題 你覺得跟你的工作有相關的也可以舉手嗎 非常少 好 OK 所以我今天可以亂講 我其實就是 好啦好啦 反正大家講一下 反正我不會讓 我最討厭冷場了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很多笑話 因為其實經營這個東西 永遠有很荒謬的事情在發生 好 我是蘇偉翔 然後叫我BBC就可以了 然後我是台大中文系 其實就是一個跟寫程式沒有什麼相關的系 只是後來跑去念了正大書的內容 我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所以其實我現在是正大的學生 可是就是我的工作 我現在也在工作 就是半工半讀的狀態 我是justoneblog的主編 然後自戀的B邊 請問有多少人有加入這兩個東西 有固定看justoneblog可以舉手一下嗎 非常少 非常少 OK 沒有關係 反正其實我覺得 觀念都差不多 只是就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我先廣告一下我們公司 本次大會的白經紀贊助商 那知道為什麼是白經紀贊助商嗎 因為其實這些字 你的conference blog 你的海報 還有甚至連官方網站 都是我們家的字 好 我非常喜歡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slogan 網頁還沒有開完自己就讀好了 這個身為行銷相關的負責人 我覺得可以跟他考慮授權給我這個用途 好 但是這應該跟我這個演講沒有什麼關係 我希望 這不是一個sponsored talk 我真的是有偷告的 因為這跟我的 我現在研究所的研究論文有關係 好 可是我還沒有廣告完 其實 就是說 其實各個裝置都只有自己的系統字 對不對 系統字醜醜的 而且 網頁上就算有其他漂亮的字體 他們也都是只能壓成圖片 那壓成圖片就像上面那樣 字體壓成圖片 你現在看到你的手機 你的HTC butterfly 你的iPhone 5 長的都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看到圖片 已經就爆了 除非你用的是sbg 或者是其他向量的格式 那真正的自行檔不一樣 真正的自行檔看起來 永遠都是這麼的清楚 那其實它的概念就是一個web font 那既然這邊大家有很多都是developer 我覺得就不用講太多 就是把字體下載到web上面 其實有點像是跟pdf道理差不多 你pdf你只要壓成pdf檔 你還是看得到那個字體 對不對 web font就是這個道理 你還是一樣看得到那個字體 可是你自己不會有那個字 但是其實這樣有 除了漂亮以外 它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幫助SEO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什麼是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讓搜尋已經可以更容易 把你的內容埋在前面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有些網頁 它都是把它用圖片這樣框起來 其實你文字搜尋 你搜不到圖片 你只搜到字 所以字它不斷對電腦好 它讓電腦可以找到 它也對人好 人覺得很漂亮 這就是web font的重點 那勞動有什麼過去式 就是比如說像在開發那個 手機網頁的各位同學 你如果說你只是一直切圖片 一直切圖片 你要把圖片切成什麼 100x100 100x50 然後200x50 我亂講的 反正就是各種size的尺寸 你很累 那其實你現在只要寫字就可以了 然後加上CSS 套上web font 所以你就可以出去玩 你就是不用繼續切圖片 好 廣告結束 好 那我現在簡單講一下 什麼叫冷門 其實冷門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操作型的定義 我沒有辦法說什麼是冷門 然後其實這些都是我的理由 其實人要找理由 怎麼樣都可以找到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最後一個 連Google都不知道 這真的有點慘 我一開始在經營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Google中文字型 永遠只有中文字型下載這個結果 而沒有中文字型知識的這個結果 你現在看到大部分的中文知識 其實應該都是來自我們家 Jocelyn Blog 那 有一次 我就要講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在路上 遇到一個阿姨 然後那個阿姨跟我攀談 那阿姨問我說 弟弟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說我在網路公司上班 她說 那你們網路公司是做什麼的 我說我們是做自行的 她說喔 所以你們是做自行車啊 她說你有事嗎 做自行 OK 做自行 所以其實連阿姨都不曉得她是什麼東西 就很難很難形容 這是人們議題的難處 第一個知識來源少 第二個議題選項少 我怎麼講都只能講自題 我不能講其他的設計什麼東西的 而且很不容易表達 然後最後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 也就是引起我今天的講題的一個點 就是我不可能依靠大眾媒體 誰要報導這個東西啊 自題到底有什麼好報導的 對不對 可是好險我們有新媒體 我所謂的新媒體 其實是一個很籠統的名詞 就是我們的blog 手機平台 我們的粉絲團 對不對 可是我必須承認 我們的粉絲團 成績並不說特別好 其實只有一萬六千零三十五個人 對不對 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 這是什麼 而且最誇 最讓我最氣的是 她3月9號的時候只有五千 然後她3月14號只過了五天 她就累積到六萬一千兩百四十二個人 那我從2012年開始 6月開始做三百四十二個人 到現在快兩年了 也只有一萬六千零三十五個人 所以我輸了 好 可是我其實要講的是 每個人都會PO文 而且萬站 絕對沒有你想像中的困難 超簡單的 你只要漏蓋漏的東西 它就可以一萬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有三點比較難 第一個是經營出自己的特色 然後再來是長期維持熱度 這最難 就是你每天都要想梗 你不斷地要想梗 然後不斷地要 面對各種尖銳的批評跟挑戰 這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工作很難做的地方 而且重點是 我們 我們家商業模式其實 有一點從這個地方發展 因為其實過去華康文鼎 他們都把字型當作襪子來賣 我所謂把襪子來賣的意思就是說 像夜市 它一捆 賣你三十塊 它不告訴你襪子為什麼好 它不告訴你為什麼這個質料很好 可是Just Fun是 告訴你為什麼字體很重要 然後為什麼這個字體做得很好 那其實就是從這個內容 去發展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這是我們家的一個做法 可是我覺得說實在 對我個人來說 最困難的是你的觀眾的尊敬 因為其實 我真的覺得在這個世界上 別人要把你當一回事實在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OK 好 我現在要講一些粉絲團經 那這個地方會有一點點小無聊 可是我盡量把它講得有趣一點 好 社群媒體的工作 就是這個樣子吧 對 老闆眼中的我 粉絲眼中的我 我父母覺得我是 Mark Zuckerberg 可是 一般人覺得我只是show girl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在推廣一些很重要的議題有沒有 但其實 我根本就 以上都不是 我其實只是一個 就是不斷在想梗 然後不斷被自己 煩死的一個人 到底 這個工作它的要求到底是什麼 我可以簡單的列一下 簡單來說就是賣產品啊 教育大家啊 然後get eyeballs 就是 你要讓大家看見你們家的東西嘛 然後再來是engage with fans 這一點真的是一個廢話 就是你要一直跟大家互動 engage with friends 然後 最後一個是branding 品牌 我最討厭這些東西了 一定要搞得這麼複雜嗎 我其實根本就是 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最大的一個興趣就是說故事 因為我以前是台大中文系的 我覺得說故事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po文也只是抱著一個好玩的心態說 不曉得這個東西會得到幾個讚 然後大家會怎麼反應 對 其實我覺得其實不要搞得那麼複雜 可是要搞得這麼複雜也是可以 我可以搞得更複雜 這是Facebook的演算法 我覺得做這一行好像都應該要知道 雖然我從來沒有認真去思考過 我這個東西對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好 affinity weight跟decay 我為什麼affinity沒有全部打寫 decay用全部打寫 沒關係 本來affinity的意思就是說 你跟這個粉絲團帳號的那個熟悉度 親密度 就是說你多常按人家讚 你多常轉人家的文 你跟他的affinity就越高 weight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按讚分享評論 它的權重是不一樣的 大家應該有聽過 按讚永遠小於評論跟分享 因為Facebook會覺得說其實 你真正去評論或是轉載 你才是真正對這個content有興趣 有時候按讚 現在不是有一個Chrome外掛嗎 他把讚改成正知道的 其實讚有時候就是正知道的意思 他沒有說是真的喜歡 就說我看到了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like and comments 不不不 comments and shares 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好 但是其實我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 我這個東西對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我只是知道說 要讓大家多一點專載 跟多一點comment 那decay其實就只是一個時間因素 因為你知道你的那個news feed 他會慢慢的沒有東西看 對不對 會有越來越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其實 decay就是一個時間因素 那其實 這個工作每天在追求的東西 其實是這三個東西 reach engagement 還有 likes comments and shares engagement 大家其實不用想很複雜 engagement就是 你粉絲們對你的po文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叫做engagement 包含按 它就是一個engagement 那likes and comments and shares呢 我只是告訴大家這個權重 shares大概等於comments 然後大於likes 好 大家先有這個觀念就好 然後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最重要的一個工作是 把粉絲團搞大嘛 就是 像剛剛那位女士一樣露蓋露的東西 然後把那個粉絲團搞大 那 重點是它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流程 就是 第一個是share share就是說大家分享你的po文 然後 不是你粉絲的人看到你的po文 他就會知道有你這個粉絲團在 那 也就是說 有share才有reach 然後 有reach才有visit 所謂的visit就是說 大家看到你的po文之後 點進去你的粉絲團看 看有哪些po文 這些po文有沒有去 然後 他覺得有去之後才會like page 那就我們粉絲團來說 有80%的like在page上 所以其實 很重要的一個點 要讓 總按讚數增加 是要把人家騙進來 讓人家會去 點進去這個post來看 看我們家粉絲團的內容長得怎麼樣 他通常是這樣滑一滑刷一刷之後 看覺得 你們家有不有趣 然後才會按 按你page的讚 對 那 可是其實 po文有很多種啦 不一定每一種都會導致 就是總按讚數增加 那你如果說是在經營社群 你只是要經營社群 你只要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要跟大家互動的話 其實這樣就還不錯了 就雖然說他reach只有 我先給大家一個平均值的概念 reach啊 大家看到這個黃色的這一條 reach 其實最好最好頂多一萬三 最差最差一千 所以說其實這個5.6 大概是中間值 中上 沒有很高 可是engagement 我的經驗是15以上就很厲害了 所以說其實這兩篇 其實engagement都很高 那如果說是經營社群 你只要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要跟大家搞關 social一下 這樣子意義就不錯了 可是你如果是在經營一個社群媒體的話 你想要的是這個 就是說 這篇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8100個人裡面 有5316個人不是你的粉絲看到 也就是說你的訊息 病毒擴散出去了 給你真正想要觸及的人看 這才是你要的 但是 這邊又有一個點 如果你只是在乎曝光度 那你跟大眾媒體有什麼不一樣 你大眾媒體去找蘋果日報啊 就是發行量不是100萬分嗎 然後 這個曝光度超級高的 可是 它沒有engagement 你用了內容 可是你不曉得你的觀眾 對那個內容的想法是什麼 這就是社群媒體為什麼好的原因 就是 它不只有曝光度 而且它還可以讓你知道它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你要的其實是high reach high engagement rate 跟high likes and comments and shares 這三個都要高 而且這三個是完全不同 完全分開的東西 不同類型的po文可能會有 就是說這三項裡面 可能有其中一項會高 可是很少有po文可以 這三項同時高的 那我必須要說 就是你如果想要這三項同時高 你就是去這樣比較快 息息稅比較快 真的很難 那還有另外一個附帶的一題就是說 到底什麼是好的timing 其實大家 其實社群媒體跟我們的作息很相關 因為你一天什麼時候上Facebook 你接收到的訊息 跟你什麼時候上Facebook有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都在討論說 什麼是好的timing 其實Facebook後台有這個東西 那據說 據我其他在經營粉絲團的同學們來說 他們說他們的線型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的策略是這樣 主力發文時間會在早上9點半 我的邏輯是當大家上線超過到一定的基數的時候 你就有一定的基數可以讓它散步 對不對 所以我早上9點半會發一篇文 下午茶十段大家覺得很閒 因為大家看到這邊通常會低一下 然後這邊才會上去 也就是說其實有點像是在買股票 就是你要逢低賣高 這個是解釋 這個比喻好爛 就是你要從低一點時候開始 這樣它才會帶上去嘛 就會讓更多人看到 對所以其實這是一個timing的邏輯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並沒有說什麼百分之百 它一定是那個樣子 我覺得這種事情都很少 比如說這個好了 我最近就開始在做一個實驗 同樣的內容在不同的時間發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一篇老實講誰要看火字啊 這個東西超小眾的 但是其實它的表現已經還不錯了 它有158個like 還有50個share 可是它兩次發文的時間的成果不太一樣 我第一次發文的時候是2013年12月27號 早上9點半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數據 完勝左邊 左邊是前幾天 也是禮拜二 下午1點半 其實這整個數據差很多 我順便講一下 其實金融社群就是你永遠不要怕舊文重發 因為永遠就只有少部分人可以看得到 超少人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其實你OP的大家還不見得會知道 你是一個OP的文章 而且反應還是一樣還蠻不錯的 那這一篇呢 這一篇我覺得更誇張 這一篇其實它是在講 因為你知道中文字有重心在 我在跟大家講 蘋果電腦裡面三個蠻好用的字型 它的重心不一樣 所造成的那個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我用一個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 這個對設計師應該會比較有用 它應該會是一個比較有用的資訊 可是這表現差太多了 週日是一個很好玩的時段 因為週日隔天是禮拜一 有一個理論是禮拜一有Monday Blue 所以你在週日晚上會開始拼命的 上Facebook找東西來就是發洩一下 對所以這個時段也是一個蠻重要的時段 週日晚上 然後你可以看到1月13號禮拜四 下午1點半 我就是專門挑1點半 因為有一派理論是在說 1點半是大家午休時間 大家會就是午休晚的上去看一下 可是我覺得這個如果從來沒有apply到我們粉絲團過 因為我們粉絲團可能就是一群自由設計者 他可能是設計師 他的其實上半時間很不固定 這個時間他可能出去示範了 所以他就不會看Facebook 他就不會一直刷Facebook 所以我永遠在下午1點半的反應都非常差 對但是其實我並不確定timing 是不是對我們剛剛說的三個東西 我們說reach,engagement跟likes and comments and shares 我不確定他到底影響這三個人哪一個 像這一篇就很奇怪 這一篇其實我是要 其實大家也可以講一下 就是大家都會選字型嘛對不對 到底西里人其實就是 我有四個不同的設定 四個不同的劇情設定 那我應該要選哪一個字體呢 其實這一題就是在問大家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會在下面回應 那其實兩個時段PO文差不多 下午2點40分 跟早上9點10分這個阻力時段 而且這個時候粉絲團大概還沒有1萬人 這個時候已經1萬人 1萬多人了 可是這個地方明顯比他還要 看起來還要好很多 likes也比較多 那個reach也比較多 可是重點是那個click post engagement比較高 左邊的engagement比較高 所以我想說到底timing 影響的值到底是哪一個 我其實也不是很確定 那我可以給的一個小結論 就是它的確有一個好的timing存在 就我們粉絲團來講 長期實驗出來的結果 就是早上9點這個時間 這是最好的 可是我不太確定的是 timing到底影響哪一個指標 這可能我之後才會去慢慢把它研究好 然後再來我覺得這才是我今天的重點 也是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比較可以說是我專長的部分 就是內容的設計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位先生 他叫做henry jenkins 然後他最新一本書叫做 他專門在談spreadable media 那spreadable media 在談一個很簡單也很困難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內容會在數位通路上散佈 這是一個 就是說東西為什麼會被轉啊 它其實整本書就在討論這個議題 那spreadability有幾個重點 我覺得是可以被相關的 相關的工作給套用的 第一個是什麼樣的情境可以讓內容容易擴散 第一種是當觀眾需要的時候內容就在那裡 比如說跟縫或趕大實事 請問這邊有沒有人按泛科學讚的 泛科學有嗎 你不覺得他們很厲害嗎 上次士林大地震有沒有 他們立刻八分鐘內po一篇地震文 我覺得他們重新定義了地震文的這個東西 他那邊他就發說 當地震過後你第一個想到的是誰 我覺得太神了 很神 地震過後八分鐘立刻po文 結果那邊反應超級好 那這就是一種spreadable media 當觀眾需要的時候內容就在那裡 尤其是你知道當重大危機 也可能有時候沒有重大危機 它不過就是地震 當這種天災發生的時候 其實人們會迫切地需要資訊 那這個時候往往是社群網站流量最高的時候 然後第二種是可攜帶可編輯可引用可惡搞 我這裡不只是在講軟體方面的設計 我也在講內容方面的設計 可攜帶可編輯的意思 其實你可以想像 就是說像是那種flickr那種網站 他們會直接給你一套html碼 然後你可以把它複製之後貼在你blog上面 對不對這個叫可攜帶 可是在內容的意義上來說 就是一個它可以套用在很多情境上的梗 比如說我剛剛不斷地使用這個 它這個笑臉我可以把它拿來放很多畫 我可以把它拿來什麼叉叉叉 就是任何髒話都可以 就是一個很諷刺的髒話也可以 這個就叫做可引用可編輯可惡搞 它有技術面跟內容面兩方面的意義 然後再來我覺得這也很厲害 就是迎合不只一種觀眾的需要 其實在我們粉絲團不只是設計師 其實我們發現有些 因為我覺得台灣有些在做UI的 就是做User Interface的人 他們可能有時候是工程師 可是他們也會很需要了解字體的知識 然後還有一些是一般大眾 就比如說大家出去搭捷運 大家出去坐飛機 他們經過機場 然後他們看到指標 用的是星系名題 他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的國文們 用的是星系名題這個字體 所以像這種內容 它就會迎合不只一種觀眾的需要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順便介紹大家一個網站 它叫做Share Count 這篇是我有史以來寫過 最可怕的一篇文章 這一篇在 啊對 廣告 廣告時間 這個是webfont 這個新書題是webfont 它不是圖片 所以它可以複製 就是它可以search Google 對 好 廣告結束 然後這個是 這是桃園機場的信息名題 這一篇在當天 就引來了20萬個pageview 我覺得很誇張 然後這個網站叫sharecount 它可以看你的po文 總共引起這個社群的反應是什麼 然後這大概是我人生第一篇 萬讚文 兩萬一千三百六十三個讚 然後大概是這樣 那這種東西其實就是 第一個我覺得它迎合了很多觀眾的需要 就是說它不只是給設計師看的 它也是給所有台灣人看 所有對機場指標的興趣的人看 然後再來是系列文 我要講的系列文其實就是 系列文就是說創造大家一個期待 你看了第一篇你覺得很棒之後 你就會繼續看下一篇 像我們有一個反應非常好的一個系列文章 叫大眾自行學 它有目前出到第四篇的進階版 即將出第五篇 那它是在講一般人也可以理解的自行學 對 那這是系列文 系列文也是一個很好的引起大家轉載的一個東西 好 那其實剛剛講完的是情境嘛 然後我現在要講什麼種類的梗 大概是這些 這是在剛剛我們說 就是那個長鬍子那個大叔的書裡面提到的 大概有這幾種 shared fantasies humor 什麼什麼什麼 parody shared fantasy 這個東西我可以大概講一下 第一個其實shared fantasy 是目前廣告界最喜歡用的一個手法 就是說 所有人都會覺得有需求的事情 比如說什麼愛啊 財富啊 友情啊 那種東西 那種梗 這種東西叫做shared fantasies 那小眾的東西我覺得蠻常用的就是 接下來的兩個 humor parody humor跟parody的差別其實都是 他們兩個都是很好笑的東西 就是會讓你笑的東西 可是parody它一定會引用另外一個東西的梗 來講你自己 比如說我在我的po文裡面使用了美漿梗 我就使用了parody這個方法 那還有其他也是蠻多的 unfinished content也是 就是說 你一個東西不要把它做完 不要把它做完的意思就是說 留梗給你的群眾參與 比如說問問題 這就是一個unfinished content 然後mystery跟 mystery就是mystery mystery就是mystery 我實在不曉得怎麼解釋它 mystery就是mystery 就是很神秘的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然後timely controversy 剛剛那個 陶雞那一篇其實也有引起一小部分的爭議 因為其實我在那篇文章開頭就說 信息民體是一個很醜的東西 可是有人就跟我argue說 那所以你要用例數嗎 例數很漂亮啊 可是例數不適合啊 我覺得他們都沒有在看文章 這就是timely controversy 然後還有rumors 其實世界上有一家公司最喜歡用rumors 那家公司就是蘋果 那我會用這些概念來 就是套用到一些我覺得還不錯的po文上面給大家看 像這篇就是你不要跟他網站有聯絡 你不要跟他網站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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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套用的一個方法其實是parody parody其實我個人最喜歡用的一個方法 parody 那其實這篇它只是在講說正確的中文的引號是什麼 是第二種嘛 第一種是大陸用的簡體字 你如果堅持要用那個東西的話也可以 可是你就是不可以用第三種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容易引起編輯們的認同 對 然後它後來的表現也不錯 那還有這個科技部 大家請問這邊有人有按那個no news不新聞站嗎 對 我就是 我其實我是大編的粉絲 我非常喜歡模仿他 對 我這邊寫說什麼科幻不進程度 標準制採用帶有傳數意念的書法字體 好好表喔 算了 大家自己看 好 其實就是 可是像這一篇其實它達到的那個散步效果 就是non-fense效果其實沒有說非常好 可是它對自己粉絲團內部的那個反應其實是不錯的 就是那個大家可以看到那個likes and competition shares 蠻高的 那我最近的一個梗是這個 然後我其實不太了解為什麼它反應這麼差 這邊很有趣 在我剛剛看的時候它的reach已經7點多k了 其實算是一個很高的成績了 而且它的engagement20%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三個指標嘛 reach engagement 跟likes and combination shares 這個東西reach高 engagement高 可是為什麼這麼少人按讚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很沒有道理 理論上你去跟他互動 你就應該會覺得他很好笑啊 所以我後來跟一些同學和我們公司討論的結果就是 就是大家看不懂這個笑話 其實就是大家看不懂這個笑話 這個笑話的點就是說 就是我用剛剛那個 就是那個可以攜帶可以編輯的那個梗 就是這個表情很賤的小男孩 我來讓他教大家什麼是喇叭口 喇叭口其實就是 大家其實可以注意看台灣的路牌黑體 那個字體的尾端有張開來的這種弧線 這個在字型學上叫喇叭口 那其實我就是這個梗就是在介紹 跟大家介紹說什麼是喇叭口呢 喇叭口就是喇叭的口 喇叭的口 然後這個字體因為有這個造型 長得像喇叭的口 所以它也叫做喇叭口 然後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多人懂這個笑點 對 所以其實做這個工作 有的時候就是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覺得很好笑 可是其實你的粉絲不想理你 對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有一點爭議性 請問知道康熙字典題也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有名喔 超有名的 康熙字典題 大陸有一個網站在問 為什麼康熙字典題最近這麼泛爛 然後康熙字典題的作者 自己跳出來回應 他就說 這我就不明白了 難道你們真的不覺得這款字很醜嗎 然後所以 沒有 重點是我們的粉絲以為我在用大編 這是不新聞大編的口吻說話 可是我明明是引用人家的那個 我是在引用他自己說的話 所以這邊也很好笑 爭議類的 然後還有這一篇 這篇是左邊 左邊那個 左邊這個東西 它是台北捷運原本的這個樣子 這個 這個東西 台北捷運它的那個防火的 就是那個滅火器的那個東西啊 好 它的問題就是它太擠了 如果大家有在意一點 就是大家會去在意這個事情的話 大家就會知道說這個字排得太擠了 很噁心 那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舉手指導把它PS掉 就是把它的行距啊字距啊調得合理一點 就是幫它改造一下 對 那這個東西到後來我發現 這個的類別其實應該要被歸類在爭議 因為其實下面開始有人在吵了 他們就覺得說這樣改不好啊 你的行距太高了 然後我就整個大翻白眼 我想說你到底想怎樣 所以我從今以後學到的一個教訓就是 以後不可以玩改漂亮的梗 以後一定要玩把東西改得更醜的梗 就是一個很爛的設計 它已經夠爛了 然後我把它的黑體改成星系明體 這樣你應該就會覺得它非常爛 這是我學到的教訓 那這一篇是我目前為止成績我覺得 就是在追求粉絲團擴張的這一點上面 成績最好的一篇PO文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篇PO文其實是在講一些編輯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東西叫閉頭為點 我覺得大家的論文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東西很醜 絕對不可以把你的框框留到這個邊邊 這個叫做不閉頭為點 可是這樣是可以的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斗點移到那個版面之外 這是可以的 其實這就很簡單 我只是跟大家講什麼東西要做 什麼東西不要做而已 而且這邊還PO了兩次 第一次的時候它為整個粉絲團 因為那個時候粉絲團只有四千多個讚 它為整個粉絲團帶來九十五個讚 第二次PO的時候 它為粉絲團帶來一百五十多個讚 而且它的整個反應都非常好 它的non-fans reach到了八千個人 而且當天就帶來了一百五十多個讚 這篇就是傳統的神文 所以其實Henry Jenkins沒有提到這個類別 可是我覺得這個類別在知識性粉絲團的經營上很重要 就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資訊呈現 而且真的是簡單到你根本就不用質疑 就是說這個是好的這個是不好的 然後大家一看就覺得有收穫 可以拿來自己用 這邊就是它的反應通常就會非常好 就是螢幕瞭然加有趣的或有用的解說或資訊 對 那其實我想表達的是 剛剛我引用Henry Jenkins講的這些東西 還有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它都跟那種很mechanical的東西 就是那種很自然科學的機械式的東西其實不一樣 因為其實你知道跟人有關的系統是動態系統 你沒有辦法說就是你有一個input 它就一定會有一個output 只是說這個形式大概是通常依照經驗歸納 會反應比較好的內容形式 它不是說百分之百就會那樣反應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有時候會覺得 我明明就覺得很好笑 而且反應會很好的東西 結果居然沒有人理我 就是因為是這個原因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一個結論性的章節 就是回顧說 因為其實我大概只做了一年 然後這一年就是從零到一 那其實也還沒有到 也還沒有做得非常好 可是就是說這個過程我想總結一下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Just Funnel推廣自行 為什麼這個責任是我們負起的呢 第一個原因是華康跟文鼎 他們沒有想要理這個市場 就是他們都在經營日本的business 或經營大陸的business 他們沒有想要告訴大家自行是什麼 可是重點就是有一點我們覺得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的是自體的價值 甚至有人說自體不是電腦自己生成的嗎 自體不是電腦自己生成的嗎 自體不是電腦自己生成的嗎 有沒有搞錯啊 這會讓大家非常生氣 就是覺得 這就是完全過去沒有任何人講這個事情 所以只好我們挑出來講 因為反正也沒有人在經營這個議題 那我說實在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說 別的設計類媒體 比如什麼賣點子之類的 他們可以講很多議題 攝影平面設計廣告策略什麼東西 他們都可以講 可是相關的社學媒體 只有一個主題 就是自體 那一開始其實很困難 一開始我們可以做的其實就只是編譯國外的文章 就是一直把 這是國外的網站 就把什麼 像比如說這邊有什麼 type terminology 就這邊把它完成翻譯成中文 然後或者是從pinterest上面找圖來貼啊 倒圖啊 遺址啊 什麼都有 而且重點是講不對還會一直被罵 就是因為一開始其實自己完全不懂這些東西 比自己專業的人很多 所以其實就一直被罵 那 可是其實後來 真正的感覺是 就像最近那個 那個鄭國威 他那個punt note 他有一篇文章說台灣媒體 台灣網路媒體應該要停止轉載36課 跟愛泛兒這些文章 其實很多 因為其實目前台灣的網路內容其實充滿很多流量炸藥 我所謂流量炸藥就是說 它從國外來的 可是它只是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可是它因為它的高流量 所以讓這些內容媒體可以一直生存下去 可是重點是他們都沒有負起 他們應該要負責任 就是說他們要幫台灣自己的東西發出一點聲音來 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要我的觀點是什麼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的願景 就是說我們要真正建立一個 給本土觀眾看的自行學的內容 但是這個東西非常不容易 我們要討論的東西是 中文字體的議題 然後而且是台灣字體相關的公眾設計議題 而且還要發掘台灣民間的字體設計 而且 不從國外網站直接翻譯 那這個過程其實很困難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有點像開發產品的過程 因為其實像你怎麼 你怎麼 這是兩件事情 你要怎麼獲得這些知識 跟你要怎麼跟大家講述這些知識 是兩件事情 因為表達就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比如說我要跟大家介紹為什麼這個字體好 我要先了解怎麼樣去做圖 來解釋這個字體的特色 那這個東西都要經過很多次的練習 你要一次一次練習去 讓社群的反應告訴你怎麼樣做是最好的 這就是我所謂的就是開發內容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跟開發任何產品的過程是一樣的 那在這中間 我可以給大家經營社群的一個很重要的建議就是 實體活動非常重要 我們從2012年12月開始辦一個活動叫字典小聚 那其實就是他吸引的其實都是相關的設計師 像這一位是日興柱子行的張老闆 那其實他就教我很多東西 自行有關的東西 那就社群媒體相關學問的 其實也有一派理論是在講這個 當你虛擬的關係被帶到線下的時候 你的關係更緊密 而且你的資訊的那個來源會更充沛 那其實這就是我這一年裡面看到的 就是說我們認識很多 本來只是在Facebook上面關注我們 後來是透過實體活動真正去認識 然後加他FB好友 然後偶爾約出來見面聊個天之類的 然後我們的資訊量開始豐富很多 就是開始會收到他們分享的一些訊息 然後還有他們介紹的一些東西 對很多事情都是第一個知道的 那我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線 就是我自己分析 12月小聚開辦之後 他有一個自嗨社團 有沒有人加入自嗨社團的 自嗨有職業人加入自嗨 對所以其實就是說把很多這種 我們說就是相關人士的關係都帶到 就是建立實體的關係跟虛擬的關係之後 大家關係越來越緊密 然後我其實從他們這些日常互動 或者是Facebook的訊息 我其實都看到非常多 其實根本就是在 根本就是在帶來我自己的成長比較多 那我自己的成長就可以帶來粉絲團的成長 因為其實在粉絲團只有我在經營內容的情況下 就是我的level變得很重要 那透過這些實體活動跟虛擬活動所帶來的資訊 可以幫助我在這方面有成長 對 然後這邊是 大概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除了 因為我暑假有一段時間那個忽然會覺得有點障礙 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寫文章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從2013年5月開始 其實日均流量是破千的 那個7000多那個10月 是因為那一個月寫了那個 《星星名題》那篇文章 所以就7000多人每天 好 這邊我再講一次 Social media 好多四分鐘 Social media不常被提起的好處就是 它對增加社會資本有非常大的幫助 當你的虛擬關係變成實體關係 大家的互動跟互惠會越來越頻繁 然後內容也需要開發 就是說當你有一個梗 你覺得很棒 而且 PO出來大家沒有反應的時候 你不要就因此放棄 因為那個梗可能是真的很棒 只是你還有一些地方沒有做對 比如說你這個東西放得太小 然後大家在那個timeline上面看到資訊這麼複雜 所以它就不會看到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要一次一次去改變你的layout 一次一次去改變你的說故事方式 這就是我所謂的內容的開發 這跟任何的產品開發我覺得都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我們其實一直在內容裡面告訴大家這個點 這是我後來整理出來的 就是字體跟每個人都很相關 然後還有把事情講清楚 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篇神PO文 那篇就是我所謂這個概念 就是把事情講得非常清楚 你要讓大家在一篇PO文或一個圖上面 就看得出來你在表達什麼意思 像這個可能就不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因為我要講中工 可是其實沒有人知道什麼是中工 中工代表一個中文是結實的程度 所以其實我就是畫箭頭表 就是說就是它的那個力道是往內收的 可是重點是如果你沒有寫過書法 或如果你沒有真的畫過字的話 你可能就不曉得我在說什麼 然後議題總是要吵的 我發現最近那個punt note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他們是針對每一篇網路上 只要有人討論的議題 他們都可以幾乎寫一篇文章來回應他 我覺得這很厲害 這個導流量超快的 然後我現在要帶來真正的結論的部分 也是從Henry Jenkins那本書上 結合我過去的經驗所得到的 第一個就是所有人都是大眾 或他們都是某種大眾 很少有人只消費大眾內容或小眾內容 就是說你其實不是一個純粹的小眾 雖然你覺得自己是文青 你也不是一個小眾 因為你可能在科學議題上面 你是一個大眾 其實大家都好像有點雜實 就是你的資訊 攝取的那種種類非常多元 所有人都是某種大眾 那差別的地方就在於說 大眾內容讓各個不同族群的人 他都有一個對話的基礎 比如說你昨天都去看了Carno 然後大家都聊幾天來說 哪個地方你覺得很滿意 那小眾內容其實是彰顯你自己有什麼特別 比如說我是一個關心自行的人 大家都非常了解我是一個自行孔 小眾內容就變成說 我來彰顯自己這個特色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跟真正有這個特殊興趣的人 有更深入的認識 其實不只是限定在自行學 你可能也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跟你的某一個同學或好友 是因為某一個大家很少理解的東西 而關係變好的 對 然後其實結論就是 你的內容不論是主流或非主流 其實是觀眾的社交工具 大家分享按讚其實 它有很多的原因可能都是為了要幫自己說話 這是一個我從他的書上跟我自己過去這一年 得到的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謝謝 好 然後其實我還有11分鐘的QA 所以好後面同學 請問說在初期的時候 你怎麼去開發那些陌生族群這樣子 陌生族群 你是說不懂 不知道字體是什麼的陌生族群還是 對啊不然就是因為你粉絲團初期 其實一開始會有量嘛 然後到之後會慢慢的做量就越來越少了 哦 對 不好意思 我忘記講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提醒我了 就是其實粉絲團一開始的那個 我們講Leverage很重要 就是說比如說 大家應該 大家這邊有人知道EvenWoo嗎 知道EvenWoo的舉手 EvenWoo跟我們公司很好對不對 其實一開始 EvenWoo幫我們導了非常多的流量 文章只要他有分享的 他覺得好的 他有分享的 那篇文章流量就立刻爆滿 所以其實初期有很多東西是 你所在的那個Network裡面的真正的那個大咖 幫你導進來的 比如說在我們公司的例子是EvenWoo 那還有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一開始我們是都要倒圖嗎 倒那種很有趣的圖 其實重點就是說 當你還沒有能力去生產 那種很漂亮很厲害很好笑的圖的時候 你就轉貼別人的東西 可是你都要堅守住你自己的主題 比如說我就只能貼字型的東西 可是我是貼國外網站或國外的設計師創作的作品 那這個東西它一定可以吸引到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但是不認識你的人的關注 所以其實總結就是這兩點 第一個就是Leverage大咖 就像我們公司的例子是EvenWoo 然後第二個例子就是 多貼一些這種文章 其實我大概 剛開始經營的前 我覺得至少前半年 我大概每天都會PO一篇 不是我自己做的東西 可是我現在越來越少PO 不是我自己做的東西 因為開始越來越了解要怎麼做 所以我就不到圖了 對 這個東西 這個看等一下有沒有人要問 對 因為其實還有bonus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像粉絲團這樣發文的話 有實際的就是ROI嗎 就是我只說我在粉絲團發文 有實際的轉換成營收這部分 你說營收嗎 對 營收其實有點難估 不過 如果你 我們最近有一個相關的數據 SPM可不可以上網 好 最近那個 我只有註冊會員的那個轉換率 是有的 因為其實像JustFund JustFund不是一個大家都要用的服務 所以它其實每天註冊量不會很多 可是有一天 我做了一個 因為我有做了一個系列 是在講零成本高CP值為Fund 那我前面兩個都是在講Google WebFund 我到了第三篇開始廣告自家自題 然後那一篇就把整個轉換率 變兩倍 本來可能每天只有五十個人註冊 那邊變一百多個註冊 其實是有效的 只是就是看你 看你以多長的頻率去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有時候每天PO 大家會覺得很煩 你可能一個禮拜PO一次而已 對 這是我們的經驗 謝謝 謝謝 還有嗎 喂 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怎麼去想到社群經營和你們產品本身的連結 然後怎麼是利用社群經營的方式讓你們產品去推出去 這我想要知道 謝謝 我們主力產品 我們家其實產品有兩個 第一個是WebFund 就是用在網路上的字型 第二個是性黑體 性黑體這個東西 其實有點靠口碑 因為目前性黑體在設計圈滿有名的 就是它是品質最好的一個中文字體 而且它有四種同樣風格的粗細 那這個對設計師來講很重要 就是說它不用再找其他的字體來搭配 它一篇文章全部都用性黑體 只是用性黑體超級粗或性黑體細 性黑體中黑 這樣子就可以排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在我們自家部落格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跟大家 其實我們在寫部落格就是一直在廣告我們家產品 有人在嗆我們說 你們不是一直在強調自行學嗎 那你們為什麼標題用型書呢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用型書有點非主流 應該要用名題吧 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用來嚇大家的 這也是我跟伊芬的結論 這東西是用來嚇大家的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你們家的網站 這個地方居然是型書 而且其實的確有人在公開的版面討論過 JustFund網站的這個字體非常好看 所以其實我們每寫一篇文章 特別是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在廣告我們家的字體 而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網頁排版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網頁上 如今好讀的東西太少了 其實都充滿了很多廣告 可是我們就是把它弄得跟雜誌版面一樣 標頭 副標題 還有強調句 然後還有不同的字體去標示出不同的功能 然後還有像後面我這邊特別設計的那個 重點整理 我後來都開始覺得這種文章 都要有重點整理 欸 重點整理為什麼不見了 喔 本文重點 對 因為鄉民會挑針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槍塔 對 所以其實從 這是我其實只講完第一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就是 當我在創作內容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 就是相關的人士 他就會開始注意 你們家這個用的是哪個技術 那第二種是 我覺得這也是社群媒體 一個很重要的運用方式 它不只是媒體 它通常是社群 現在可能有些人 比較強調它社群媒體的那個面向 可是我覺得它社群的那個面向 是精實創業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小米機 大家知道小米模式 他們不是都會講什麼互聯網思維 這就是互聯網思維 我們有時候會在我們的粉絲團問說 請問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字體 或請問大家想要出哪個名人的手寫字 那從這邊就 或者是請問大家想要學習 什麼樣的設計課程 其實這個就是在跟你的社群互動 而且其實會得到很多反饋 你回應越熱門 你越確定你可以投入相關的產品開發 對 這是我們的經驗 這個樣子 那個我還想問一下說 就是你們是先有產品 還是先經營本事專業 就是說 先有產品 先有產品 對 因為其實 JustFund 是在我加進去之前的半年 JustFund就成立了 是我加進去之後才開始有內容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先有產品 對 可是其實是因為我老闆本身是華康出來的 那他本身在華康被交代的任務就是做這個 可是華康不想讓他做 所以他就自己跑出來創業 所以在沒有內容產出之前是怎麼推廣 就是您進去之前 喔 你說我進去之前怎麼推廣嗎 就也是一樣啊 只是沒有人做Content 就是我老闆要同時Coding 然後銷售跟寫內容 當然他不是很擅長寫這個東西 所以他找我今天來寫這些東西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你們Facebook要發文嘛 那內容有沒有產出有什麼步驟 例如說你可能寫完後大家 好問題 要投票之類 其實沒有 因為你知道小公司 也沒有什麼人可以跟我討論 我自己就是社群媒體經理 跟社群媒體小編 我自己以身見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重點是 不過我到大概最近半年開始 我一開始的狀況是 就是我今天PO明天的文章 明天PO後天的文章 其實這樣子沒有一個系列感 我後來都是同一天內 把一個禮拜的文章全部都PO好 這樣子才會有系列感 就是你會抓到你那個 宣傳的那個節奏 然後我最近也 也是都是最近才開始去 真的認真的去檢討那些數據 所以才會有剛剛得到的那些心得 所以其實目前是 就是我一個人搞定全部的狀況 但我們還有請另外一些工讀生 就是實習生來寫文章 這個東西是我在帶的 就是說 可是這個就比較是 偏自己知識的那方面 還有文章怎麼呈現那方面 對 然後 現在還有兩分鐘 如果沒有人問問題的話 還有人問問題嗎 嘿 你好 就是我想問一下 你對於就是 在社群網站常常出現就是 讚好然後分享 然後抽獎這種 行銷方式有什麼看法 好我覺得你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麼說好了 我覺得粉絲團性質有很多種 像大家有沒有知道 有個粉絲團叫什麼 Good Life好生活 那也是AppWorks 因為我們也是AppWorks的 AppWorks裡面另外一家公司 其實像他們這種公司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其實我要說的 我要表達的是 每家公司的資源不太一樣 像他們那種常常辦抽獎的公司 其實他們公司資源很多 他們常常可以拿到什麼贈品 像他們在做電商 他們可以拿到一堆從廠商來的東西 可是我們是自體 我們真的沒有東西可以給大家 我們超沒有東西的 就是我們難道要給大家信黑體嗎 信黑體很貴的 信黑體一套一萬塊 我們沒有辦法給信黑體 我們只能給 我只是最近才開始第一次玩這個梗 因為大家手上有 自行之不思議這本書嗎 有聽說自行之不思議 對 因為我們跟出版商很熟 就是小林章作者來台灣的活動 都是我們幫忙辦的 所以他就送我們十本書 所以我現在開始要用這十本書 玩抽獎遊戲 我是現在才開始要學這件事情 我之前玩的第一次 我之前讓大家猜 JUSTFUND上面 因為我們是一個 大家後台要low我們的字體 請問 大家這邊也可以猜一下 請問JUSTFUND最常被用的字 是哪一個字 我不是說字體 我說單字 的 是的的那個的 那個的是世界第一名中文字 世界上最常被使用的中文字是的 那我們就讓大家猜的 結果那邊大概五分鐘內 只有七十八個回應 我覺得就是 而且重點是你還要去截圖喔 你還要去截圖保證那個公平性喔 因為Facebook只會寫說什麼 7 minutes ago 可是萬一有人是 萬一有人是7分01秒的時候 然後有人是7分03秒的時候 那這樣你要怎麼給 所以就是那個回應超級快 證明說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玩的 只是說之前是我們沒有資源可以玩 所以我們就沒有玩 那現在後來是後續要怎麼玩 是還要再想想看 我覺得這是很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互動方式 可是其實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有些粉絲他只是想要搭順風車 我覺得這很危險 如果你太常辦的話 他就會把你當 他就take for granted 就會覺得說你好像這個粉絲團 那就是一個抽獎粉絲團 那就是只有你在抽獎的時候 他才會理你 其他時候他會不理你 所以我覺得這也不可以太常辦 重要的時候辦 比如說什麼節慶啊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辦一個字體演講嘛 我接下來要再辦一次 針對這個演講的問答 6秒 這個叫gaffi 大家知道這個東西嗎 不知道 社群圖譜 對 這是我接下來要做真正 跟Computer Science 比較有關的分析啦 就是這個東西它可以分析 就是說Facebook有個APP 剛剛那個講者好像也有介紹過 就是有一個叫Netviz 它可以把你按讚的粉絲團的 那個成員名單啊 什麼粉絲團裡面的數據啊 都輸出來 這張圖片是表示致電的最近十篇PO文 跟粉絲按讚的關係 你看到那些散佈在旁邊的圓圈圈 其實都是粉絲 然後這個gaffi這個軟體 它可以算出一些值 比如說page rank 它是一個演算法 我其實也不曉得什麼 圖學跟很圖學 電腦圖學那種東西 Outbound Strongly Connected IDs 那種其實就是在看說 你這個粉絲團誰最忠誠 誰對你互動最多 然後誰的關係最好 其實這也是社群媒體的人 很想知道的八卦 可是重點是 我現在完全不曉得這個圖 到底是在想什麼 所以我還要去問專家 這是我接下來的研究方向 就是用圖學的東西來分析一下 我自己經營的粉絲團的數據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